现在传出民营党内也有杂音传出来 联姓培训 干脆找新的人选 据说已经开始密谋 这些派系想要来试试水温 想插个旗了 说新竹市长想要找罗炳城来参选 那竹县怎么办呢 那林志坚你去选竹县吧 而另外还有包含像是王美花被点名去彰化了 萧美琴被叫回来选台北 罗志正去选新北 这个点兵点将 委员你怎么看 我想其实地质法的修改 从头开始对民营党而言就是由上而下 并非由下而上 所以民进党内部我所了解 包含新竹县 包含彰化县都有非常大反弹的声音 那但是一开始由于 蔡英文总统跟柯建民总召非常的强势 所以底下是敢怒不敢言 但是随着国民党有意见 所有的在野党有意见了以后 我想民进党内慢慢的这种由下而上的声音也出来了 我们再次的呼吁 蔡英文总统跟柯建民总召 对于这些相关重要地方制度的改变 一定要让地方的声音出来 而不能我行我素这么的独断独行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希望 关于地质法的部分 必须要再充分的讨论 而且了解地方的民意 另外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民进党现在对于2022我想经过1218的公投跟1月9号的罢免跟补选 那民进党现在是士气大阵 所以因为贝言现在非常的骄傲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新的战法 这样子由上而下铺天盖地 然后把所有的媒体跟1450操控了以后 那就可以获得选举的胜利 但是我们也再次的提醒民进党 我想民进党提名应该回归于每一个县市 他所提出来的人选 到底能不能够为大家服务 而不是派系的分赃 我想刚刚提到的很多人选 对于当地的县市的选民而言 他们完全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些什么 而这样子只是为了派系分赃 只是为了自己的军队可以下去占地盘的话 我相信并不是我们民主之福 所以也再次的呼吁民进党 要能够提出好的人选 而我想有一些相关不当的人选 对于国民党而言 我们并不是见烈欣喜 但是假如真的派这些不恰当的人选 我们只能说不怕他来怕他不来 其实刚刚提到的几个 除了罗智政跟新北之间本身就有渊源 他也在一直耕耘以外 其他人几乎就是我们所说的散兵部队 从林建宜的策略成功之后 现在看起来好像都天降骑兵了 真的是骑 可是骑可能是骑怪的骑 不过我们要聊聊是说 现在如果连他们自己都觉得 地制法未必过关的话 对在野党对国民党来说 是不是一个突破口 没有我觉得对于国民党而言 我想国民党过去就一直秉持的 国民党相关的做法 就是所有这些地方重大制度改变 我们必须由下而上 所以在地方的相关的组织 甚至于议会 县市政府 他必须去制作自己的讨论 让大家觉得 那个地区 他在相关的改变 能够把影响做到最小 而能够把优点 扩充到最大 我们觉得对于地方而言 才是好事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再次的呼吁 我想民党的立法委员 也自己也应该做到把关的责任 否则与其让台湾这样子乱下去 我觉得民进党一党独大 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 谢谢委员 谢谢委员 谢谢 你刚刚可以听到我们点的几位人选 包含现在方间听到的 是不是说 萧美琴要被招回来选台北市长 或是罗志正 从现在目前的板桥立委 来赞说新北市长的可能性 甚至王美花跑去赞彰化 或者是您听到的是 林志坚从原本的应该想要渴望 放眼大新竹市长的 现在变成是要占竹线 而竹市由现在的行政院发言人 罗秉承来参选 等等 虽然这些名单看起来 民营党现在极力否认 说这都不是认识 和他们现在目前所说的可能选项 或是本人都出来否认了 但这也让我们确实看到了 地质法 现在看起来好像未必过得了关之后 民营党马上开始一一的跳船 甚至找新的人选来辅佐 这从后到来 是不是都是从派系分赃 派系考量 而没有一项是从真正的选民 作为出发点呢 我们把时间镜头交谈给朋友 在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